编译 刘佳 农营 杰 李宗盛 大家好 我还是用中文吧 还是咱们中国同胞多 我这张课特意把这title稍微改了一下 叫New hebt 为什么 Last but not least 大家听了一天了都在讲JavaScript 各 framework 各个成功案例 但是其实今天作为业界的比较出名的一家公司 我们在这里非常负责地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JavaScript app的形式 就是一个Windows 8 我们叫Star App 就于之前咱们有听说过这个Metro Star App 我们改名叫商店应用 也就是跟这个iOS或者安卓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App的Hide2HideCompete 我叫七光宇 这个字非常少见 大家记一下 奇怪的七 我来自微软中国DPE 然后DPE这个词呢 希望大家以后也多多听到 因为我们部门呢 是专门针对软件开发者 developer的这么一个部门 那我们不是给微软挣钱的 那我们是给微软花钱给开发者的 那我们部门的职责呢 是保证微软的三平云 在这个开发者手中能够更好地 变成自己的一个一个漂亮的App 甚至是一个一个好的Startups 或者以后自己的一份养老保险 所以有问题 咱们developer来找DPE 今天的topic是Windows 8 那我请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demo 非常遗憾 上一位演示者用的还是XP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Windows 8的 闷骚男的桌面 粉色的 好多人路过我的桌面 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搞一粉色的 我觉得这特别代表Windows 8的一个特点 就是以前我们都是绿色了蓝的 非常冷的 但现在我们居然有一些 自带的这些颜色 是非常亮丽的 那我们也会注意到Surface 也有很多很漂亮的颜色 那这是一台可以触摸的电脑 就是一台传统的这个 你叫Tablet PC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实原来是自带笔的 不用笔来操作 那其实它是可以支持手指触摸的 那就是说在未来的可能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电脑就会到处都是了 那可能跟微软合作的所有的OEM厂商 都在紧张地筹备我们Windows 8的设备 那在这个典型的这个 我们这个Cash机面上 我们发现都是横向流动的 我们叫沉浸式的流动的横向的体验 那每一个 sorry 这时候的演示我的吵架鸟 退回去 大家会发现我的这些操作都是 从下往上的 或者从中往右的 我们叫Sub Swap 那今天给大家解释一些非常 大家有 应该会感兴趣的 比如说斜程 斜程其实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应用 但是呢 它们是用JavaScript做的 整个应用是完完全全使用JavaScript 跟HTown5来做的 也是大家今天想来听的一个主题 那我一会儿会讲一些更细节的 你会发现 这个应用跟一个普通的这个 这种应用没什么区别 也很快啊 不过我这网络连得不太好 给大家再找一个 翻过来吧 这是来自腾讯的自选股 是一个财经类的应用 我发现我的日K线什么的我都是 可以非常灵活地去展现 所以使用JavaScript和HTown5 我们就可以构建一个非常漂亮的 我们叫Windows8的Native Application 那我们已经不再是一个 我记得曾经那个看个笑 我上一次那个IT泡沫的时候 应该在加州 有个哥们儿开车过去 那有一个应该是失业的同学长的胡子 站在路边 手上举了一个牌子 我可以写HTML 你知道吗 所以说 好多时候我们注意了JavaScript 或者说我们注意了发展 能做本地的应用其实是一个挺酷的事情 或者说一个移动互联网的应用 那现在呢 我们这家非常负责任的公司 给大家提供了这个方法 OK 回到我的PPT 一会儿就会有点冗长 我会尽量快讲 这是一个飞机场的这么一个 大家非常熟悉的 有赶飞机会看到这些指示牌 那微软我们现在这个 原来叫Metro 现在我们叫Windows UI 就相当于没有名字 Windows UI Windows Experience 就是我们的Windows就长这个样子 或者说以后所有微软的这个产品都叫这个体验 那这个东西呢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叫瑞士风格 或者叫包浩斯风格有些人讲 那其实呢它是最先出现在这种交通的设备上 或者交通这个旅行的就是 因为在这种指示牌的地方 它需要非常简洁的方式去呈现 给Deliver用户这个信息 那微软的这个Win8的设计 大家也看到 我刚才给大家看到了 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非常平面的 非常简洁 那信息非常直观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是不是就留给我们那个 能够操作的东西就不多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也是另外有密集恐惧症的同学 不好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就是 一个Win8的我们就要开始磁贴 大概的一个集合各种设计的方式 我发现它就是觉得这很漂亮 就是解答刚才大家一个问题就是 Win8的这种平面的设计的应用 并不是只是很简单的 或者很无趣的 反倒是它是非常漂亮的 尤其当它 动起来的时候 好吧 是 中文呢 现在大家直接上应用商店街 好吧 这里面加了一页 Win8的Metal Store Game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应用商店 包括软件开发的生态系统里面 游戏都是很大的一部分 那可能知道占到50%强 那今天咱们好多都是独立的开发者 我也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在微软的Win8的平台上 大家使用JavaScript 同样可以构建自己的游戏 那我们可能 我们在有好多跟好多的这种 游戏的这个 开源的这个引擎的同学在一起合作 那应该是上海圣诞 已经用的QuarkJS 也是一个游戏的JavaScript引擎 那其实已经开始在支持Win8了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使用手中 自己的这些 这个WebDevelopment的能力 无论不管是开发一个Native App 还是一个 这个Native的这个Game 都已经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那今天呢我还是说怎么讲 我不会把非常多的这个Win8本身的特性 给大家讲出来 因为我希望大家给大家留点这种 这个 怎么叫 兴趣 是吧 回去试着下一下 因为现在Win8呢是有 测试版给大家下去安装的 就别找那个破解了啊 已经 破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刚才那个朋友一直在坚持使用XP 也许他是买了正版 或者那是唯一能找到盗版的版本 OK 再介绍一下应用商店 我们叫应用商店 我们不叫App Store 我们叫Start 那 简单介绍一下 基本上呢 微软的应用商店跟Apple的不太一样 那跟Google的呢也不一样 怎么讲 首先 我们支持应用的试用 就普通的这种一次性购买 我们是没问题的 那我们也还支持这种试用的方式 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比较 这是在Windows Phone上积累的 那同样两个应用 我们一个支持试用 一个不支持试用 都是付费的应用 它大概下载量会差70倍 然后呢 它的这个转化率居然高达10% 所以可能平均下来 支持试用的应用的这个营收 要比不支持的要 大概是一个十倍的这么一个数量 平均下来 所以我会发现 确实有些人 他试用你的应用之后 他会欣然地购买 不管他是出于真正的这个意图 还是觉得feel guilty 但确实这个事情就有点像地铁上跟他们要钱的人 我就开玩笑今天 大家最后轻松一点 但确实这是一个很好的walking mode 或者beating mode 这也是我们后来者的一个吸引点 所以我们不要坚持从Windows Phone上这么做了 我们在Windows 8上也继续这么做 另外呢也是一个收入上的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在25000美金以上的收入当中呢 是只分成20%的 有时候默认大家都是三期开 但当你营收超过25000美金以上的部分 我们就会只收20% 你保留80%的营收 所以这是一个微软在鼓励开发者的一个想法跟操作 那其实有人会说 对 确实我们把Windows 8卖出去已经挣到钱了 所以呢 我们就少挣个点钱 让大家多挣个点钱 好吧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另外一点就是 大家诟病这个Apple的 就是这个出版物 包括一些既有的这个注册体系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些 朋友已经演示自己的这种第三方的社区啊 或者网上的服务啊 按照Apple的那个Policy 你做一个App 是不允许把你原来的订阅再迁移过来的 那在Windows 8商店上呢 是完全允许这么做的 不光是允许咱们这个既有的订阅系统会迁移过来 我们还可以支持第三方的应用支付平台 那其实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三七开二八开 大家甚至都可以不用理 直接用这个应用内支付就能解决了 国内呢我们已经跟非常大的 比如说支付宝啊 腾讯啊 或者是这个 其他的这种第三方支付平台在合作 也都是我们DP部门在 努力在促成这个事情 让大家在 开发Windows 8应用的时候 这些第三方的支付的接口 跟SDK对于Reddit了 大家就可以做的收钱了 同样我们也支持广告 微软有自己的广告 足够广告 大家可以接一下微软的自己的广告平台 那说了这么多 虽然我现在电脑有点错啊 这才是未来的电脑的样子 这是今年台湾的Computex上这个所有的电脑的一个出亏 就是Windows 8的 那当然真正上市Windows 8的社会会比这个更多 我会看到比如说这个右边属第二个 右上角 那个大家会注意一下是一个360度的 叫Yoga的联想的电脑 它翻过来是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的 再翻一下直到360度就相当于一个平板 那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接下来我们就像是一个UltraBook 这个我们叫超级电脑 那分开就是一个平板 性能会非常好 以及我记得这个 这个中间右边第二个 这应该是那个A3NX 42 点触摸的大的这个 体积的这种 Windows 8的这个台数机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个东西 因为再过两个月 攒点钱卖卖那个苹果三件套 然后买一下微软的三件套 这个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们马上就有三件套了 你呢 是吧 OK 回到这次活动的重点 还是讲讲技术 我不是一个只是来这个吹的人啊 我也是马农出身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Windows 8的技术平台的一个盖栏 右边绿色的 我们叫Desktop App 这是跟原来传统的Windows 7的平面 桌面是一样的 我能保证 所有在Windows 7上运行的这个应用 在X86版本的Windows 8的桌面体验中 是完全可以接上运行的 那这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重点是蓝色的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叫WinRT APS 它全称叫Windows Runtime 这个Windows运行室 它是一个全新的架构 就是说 应该是从理论上替换到原来的Winds 2 就微软的所有Windows的技术平台 那在它之上 我们大概支持三种语言的开发 包括我们叫Native Language C跟C++ 大家可能永远都不会碰的一种语言 还有C Sharp VB 我们微软传统的 一直在卖的 以及最新的 我们这个Japscript 跟HL5 以及CSS 就这一块 那这一块就是 整个我们今天再会 所以如果大家都是Web Developer 我们能够在微软的平台上去施展 自己这个天赋 异禀的这个能力的地方了 或者是做传统的IE 或者是我们用微软的WinRT Studio 构建这个Japscript 我们叫Native Application 去上传到应用商店 比如说做一个求婚的 对不对 做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我们拿去卖钱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 怎么讲 说到这里就简单多说两句 我老板曾经在一些第三方的会上 被人指着别的问 你们微软有什么好牛的 你们的东西跟苹果 还有谷歌 有什么优势啊 对吧 非常直接 其实我老板也很简单 当然我以后每回都这么说 一句话 那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区别呢 就今天有个活人 站在你面前跟你讲 WinRT的技术是多么的好 对吧 咱们不用再去用脑子里再做一次这种翻译 非常苦的每次 就像我 马东出生人一定离不开电子词典 对吧 永远要查这种关键字 Wikipedia 永远要上去查 这个词到底什么意思 下一次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我告诉你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微软在技术方面 推广的一个跟大家最大的区别 那也希望大家更快地去 通过自己手头掌握的东西 去来构建一个Win8的应用 那这里面有人会 之前有一些小的rumor 就说大家会觉得说Win.js 因为这块 微软的技术平台 原来有个名字叫Win.js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框架是一个 又重新发明轮子的一个版本 那其实我只要解释一下 因为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FoneGap 有举手有用过吗 Adobe 那大家可能知道 用FoneGap会需要调用一些私有API 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操作这个设备上的一些本地的东西 所以Win.js 其实就是在cover这个部分 您该有的 比如说这个界面的渲染 或者说简单的网络的连接 这些传统的酷 包括JQuery 或者这些都不能很好的天然地跟 Win.js的本地应用开发结合在一起 那Win.js是去弥补了我们本地文件读写 比如说硬件的这些操作的这些方式 那是一个补充 讲完这个架构我们讲一下工具 还是Viso Studio 当然可能大家在座如果不做微软的东西可能会很少接触 这是世界上 我大家告诉 这是世界上最牛的开发工具 好吗 谢谢 谢谢 即使你找了一个专组 Eclipse的同学 大家head to head to compete一下 就会发现 确实在这里是最好的 那大家可以试着去用一下 我们这个 当然各种功能啊 大家别给我揪一个特小的功能 说这个你没有 我有 一会儿再说 这段我不是做马农 我这段是宣传 OK 看着大家有点争议啊 最后 然后呢 给大家说一下 我一会儿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到时候那个有问题咱们再提 那这段话呢 怎么解释一下 就是说prefer your own library go ahead 为什么 就是刚刚我提到 就是说在Win.8的这个 Jack Squirt版本去构建这个应用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去take care 说我们这个手头的这个cool 这个Jack Squirt cool 是不是有问题 会不会不兼容 会不会跟这个Win.js之间 有各种这个冲突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 Windows 8的这个本地应用的 这个Jack Squirt engine 就跟IE是一个 那可能大家会觉得 那大家还是先去兼容一下IE 好吧 谢谢 谢谢 那 其实才peer了一条fi peer了一条fi 所以我们现在既有的一些酷啊 都可以直接融进来 那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webcontext 跟这个sandboxing的model 就是既然它是一个 这个native application 那它自然要有沙箱机制 那它的这个名字空间也是本地的 不是跨域的 那种跨域 就会带来一种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 其实是使用一个自己既有的技能 来去开发一个Windows 8的应用 而不是说 把我一个网站改过来 这挺费劲的 或者说 挺 怎么讲 没有意义的 那什么事情有意义呢 比如说 我们觉得发现最简单的一件事 是说你现在比如说有一个 加Squirt做的 或者Intel Fire做的一个游戏 因为它就是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 这个 这个上下门环境 包括自己的资源是自己网站里面的 那基本改个这个入口 就在我们上直接跑起来了 好吧 那so far 这个名单在越来越长啊 我也在慢慢收集 老赵的Win.js Quark.js 已经是Windows 8 ready了 那希望大家把自己手头上 能够去maintain control的这些framework 尽快地能够牵引到Windows 8的平台上 因为到时候会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 不是那个意思 非常多的像我这样的人 去教大家去使用Windows 8 开发本地应用 那当他发现用你的这个framework 说没有Windows 8版 那咱们这个 就会被失去一个次使用的机会了 所以 最后一句话 If you know web technology you are ready to be amazing Windows Start App 好吧 OK 还没结束 给大家演示一下Viso Studio 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开发工具 软件开发管理工具 好吧 多大 安装帮就几十k 但是它有个下载的过程 但是它有个下载的过程 大家访问那个 世界上最强大的软件管理工具的网站 MSDN 上面就有它的下载地址 我现在给大家另外一个项目 大家会注意 我们左侧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选项 以前这个地方只有C++或Cshop 我们现在有Jarscript 下面有Windows Start的这个Category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叫Great App 非常快 非常快 我现在直接F5 大家给告代一下 F5是直接运行的这个键 给大家教一下 这是一个典型的Windows 8的应用 我们大概分 Windows 8 但我们是翻三段式的方式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Hub页面 就是这个首页 还有这个 现在看到这个Spoke页面 其实就是列表 以及最后的这个Detail 这种三段式的方式 那我们这个模板 已经给大家都提供好了 完全是用Jarscript来做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 我怎么去开始 其实开始非常容易 难的是做得非常好 那我们会发现说 在这个右侧是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的资源管理器 我会发现 这个Default HQ5 它是一个默认加载这个地方的 我会看到这是 WinJS的cool的加载reference 那 这个reference 我会看到这是 现在改了 名字改了 叫Windows Library for JavaScript 1.0 以后会改进 那这应该是整个 这个WinJS的一个reference 那我们下面的folder 会分 css image gors 以及pages pages pages 我们里面也是 就跟这个cshop 这个code behind的模式 大概 对于每个页面 我们会对应不同的 html 还有css 以及Jarscript 这个文件 好吧 所以呢 简单一句话 今天咱们回去 花点时间 带宽 先下一个Windows 8 测试版装上 再下一个最强大的开发工具 比如说Studio 就要几十k 装上 好吧 大家就可以开发 第二天我们这个简历上就可以加一条 熟练掌握 微软 Windows 8 应用 怎么讲 自己动手封一足十 我相信大家一定能把这三件套挣回来 但你现在把你手头那三件套给我 包括那个第五代的 好吧 好 感谢大家 感谢这次的会部组 谢谢 好 谢谢我们Naken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 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不是很有关系 就是说 如果发现IE的bug往哪里提交 因为我发现 比方说 我有发现那个Firefox 或者是WapKit的bug 我都有地方提交 然后 虽然resolve很慢 可能一个bug 可能两年之后才修好 对吧 但是人家毕竟提好 但是就是IE 我发现了bug 我不知道往哪 这个我已经回去研究一下 好吧 感谢 现在还有帮助微软做兼容性的同事 就是IE 然后回头给我拿个名片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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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还有问题吗 先这边好吧 刚才你讲那个问题 我比较问的就是实际点 刚才想打断你问 就是如果搭一套的环境 需要多少钱 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我要用苹果的话 只要买一个最低档的IR 大概可能就是六千块钱 然后苹果的系统和Xcode 基本上是很便宜的 Xcode 如果你做成一个 对 如果你要是开发者 就是99美元很便宜的 对 但是据我所知 Visual Studio很贵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大家给大家brief一下 我们的Windows 8的 这个Visual Studio版本 叫Express版 是免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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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呢跟Eclipse一样 好吧 几十K说过了 几十K说过了 我相信咱们马农 家里不是四兆宽带 都不好意思跟人说 好吧 所以咱们不要在乎这个大小 那再解释一下 总共的这个Total Cost 咱们讲 今天你是我的CIO 我给你汇报一下 首先 一台Windows 7的电脑 就可以安装Windows 8 你省了六千块钱 其次 我们不用买一个平板 就会通过这个 我们叫模拟器 去模拟不同分辨率 不同大小的这个尺寸 所以适配 你也不用 又省了这个三千套之一 好吧 所以 还有就是刚才你问的这个 可以注意到 我这个分辨率 包括平板的尺寸 比如说 这个特别 过分的这个十寸里面 2560的这个分辨率 我没有 我们可以横路出的各种这种 当然 我有听说 这是基于我们特别牛 那Hyper-V的技术 也微软了那虚拟化 所以 整个的Total Cost 给您汇报一下 大概 不怎么花钱 然后呢 你还不用去 比如说去 花钱 听一个这个 Apple的讲座 我这是免费的 好吧 谢谢 简直就是我的Tour嘛 我有一个问题啊 简单问一下 就是说 我在开发 文帮应用的时候 我C-Sharp和那个Jio-Secret HTML 我怎么选择呢 如果我两者都会 或者我怎么把它 就是能够更快速的开发 有没有一个能结合的一个东西 OK 那您的问题其实 就是非常实际 因为我们工作中会经常遇到 简单解释一下 我还是觉得 因为从这开始的这个经历 我觉得 因为我已经经历好多合作 我把他做了 那他们的经验给我 就是说 确实加Squid开发的这个周期 明显比C-Shop短 明显比C++短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这个Web Developer苦 一个feature 老板只需要你三个小时就得上线 可是如果你用C-Shop或者C++的时候 这种传动的软件开发 通常是几天开发也有功能 所以确实这个Web Developer手快 我们做 简单说一下 就是说 这个 我们这个底层 刚刚那个PPT大家给看一下 这个位置 这个下面 我们可以构建这个 用C++或者C-Shop 我们构建叫Windows Runtime Component 作为这个业务逻辑 跑在下面 底层 那上面的UI呢 我们可以自有组合 有些部分可以用JavaScript 有些部分可以用C-Shop 有些地方甚至可以用C++ 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这也是 这个业界第一次有这种方式 这种混合变成 我们叫Hybrid模式 就是我们 比如说原来我们有的酷 在其他平台上 是C++或C的 写的 我们拿过来编译一下 达成Windows Runtime的包 上面我们用自己熟悉的JavaScript 根据Five 来构建UI 这没问题的 那中间有些模块 我们的朋友是用 他熟悉C-Shop 不熟悉JavaScript怎么办 他一样可以做一个UI 直接Combine进来 那整个微软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Win8的这个编程模式非常灵活 好吧 谢谢 拖 No.2 还有问题吗 那边有 听了你讲了之后呢 我觉得 这有点像是Windows的逆袭 我不知道算不算那个什么 合适 必须是必 听着你讲的非常的自信 那么 我有几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我看这个界面的话 跟那个 因为我有一个Windows7的手机 不是我的 是我公司给我的测试机 然后呢 也不是很好用 对 主要是里头的IE不好使 然后我不知道 你们这个Windows8 包括这个Phone啊 Tablet啊 这个 这个 IE的支持的程度 跟这个 比如说这个Desktop的支持的程度 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觉得 这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我们做这个 HTML++Script 支持你这个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OK 感谢啊 也是问到点上了 也是经常会被问到的 还有问题吗 就这个是吧 还有 那要继续问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那个Windows7手机 能升级到Windows8吗 OK 太好了 我先回答你第二个 第二个简单回答 首先您是Windows Phone 不是Windows7 Windows Phone7手机 应该是7.5 Tongo或者Mongo 那我们现在是 刚刚大家有关注啊 尤其前两天那个 水果又发了iPhone5 大家会觉得 尤其iPhone 大家关注iPhone了吗 iPhone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条 说看了iPhone5 我决定去买个诺基亚920 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这个 新的Windows Phone8 这个操作系统 确实升级不上去 给大家明确说一下 现有的手机将会升级到7.8 而不是8.0 那具体原因呢 大家可以各自在 CM Beta iFi上找到具体的文章分析 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好吧 另外呢就是第一个问题 首先呢 我今天的任务是 给大家汇报一下 Windows8本地应用开发 使用Gioscript 所以说至于IE的问题呢 不是我今天的目的 但我也在讲说 因为整个我问了Windows8 包括Windows Phone8 以及Windows8的桌面 我们都会使用IE10 它的这个 无论这个 我们这个得分啊 各种评分 都比原来这个IE9要提高不少 那确实有 大家会提到 这也是微软软的 就是我们在打分的时候 确实比不过一些这个C打头的 比如说这个浏览器 马上都三十多代了吧 我们别太关注 是吗 第三十多版快出来了 那 我这边要一个 这个算是Defense 但也算是一个Statement 就是说明 就是说 虽然我们支持这些分数 但是 你支持的好不好呢 对不对 这个接口它无非就靠一下 你支持Yes 不支持No 打一1分打一0分 对吧 那可是大家没有试过去看看 咱们在微软的IE9 曾经有测试的 我们叫那个贝特鱼的那个Demo E2-5 那微软的IE呢 久以后就是支持硬件加速了 用那个Canvas在渲染的时候 性能非常好 性能非常好 因为我这台机器是新装的 温8的 所以有些Demo 我就不在这上面 因为我非常巧 我在半年前是负责IE9推广了 那我的所有的Demo 我能让你非常惊讶 这个C打头的软机 就还有这么弱的地方 所以我们还是要focus在Daily Basics 就是日常使用 就是我们应用本身还在继续继续用的 这个是怎么叫 Life sucks 对吧 Web developer really sucks by the IE Browser 我知道 大家可能要去介绍好多IE6的事情 但这个没办法 在中国就是这样 包括刚才那些哥们儿 还是差屁呢 是吧 说了点多啊 总结陈词一下 您的问题我觉得很好 还是说 微软还是非常注重整个浏览器的体验的 那我们会从这个性能的角度 会更注重 而不是分数 那至于说Chrome 我们确实也觉得它最近这几年 发展得非常快 非常好 我们也非常respect这些京东对手 那我们可能会从更多的角度 去来竞争 比如说大家没有注意 在Windows 8上 Being居然出了7个官方应用 这就是说陆奇已经看到说 互联网的入口已经不再是浏览器了 或者不再只是浏览器了 应用将是未来的这个互联网的入口 大家也会注意到 为什么这个Google要非常大力发展Chrome 因为它要去卡住这个入口 那这两天 3SB大战 不也是这个原因吗 大家在抢这个入口 对吧 所以说这对我们开发者又是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 因为以前做一个好123 居然能卖好几千万 对吧 那我们做一个应用呢 如果它变得非常popular 大家天天去看 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新的这种好123呢 这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回去好好想的问题 好吧 谢谢 好 你到时间了咱们 好 谢谢 对 好好好 那谢谢我们的Aiken 谢谢 谢谢